在副总统肖万长见证下 台湾和巴拿马在台北时间17号 签署政府间免外交、公务、领事及特别护照签证协定 由外交部长杨靖天和八国副总统兼外交部长瓦瑞拉代表两国签署 来到中南美洲友邦造访的肖万长 上午在巴拿马市政府接受市长瓦牙里诺颁赠试药和证书 肖万长表示台湾双方方疑深厚 建交已经超过100年 不止中央政府交流频繁 巴拿马市与台北市也缔结为姐妹市深化双方互动 肖万长期盼未来双方能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合作 这个时间可以让我带回去告诉我们的国人 巴拿马是我们非常友好很重要的一种 我们大家放在心里头 大家需要多一点来明确的交流活动 肖万长结束上午行程 接着来到总统府 敬见巴拿马总统马丁内利 表达两国友好关系 两人相谈甚欢 除了官方拜会行程 肖万长也在瓦瑞拉的陪同下 前往巴拿马运河参观 了解闸门如何操作 来调整大西洋与太平洋两岸的水面落差 并观看船只如何借由水闸关卡 顺利通过这条黄金水道 串联起中美洲与南美洲的经济命脉 此行实地探访也让肖万长更加了解 这个建国百年的友邦 在世界航运和全球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